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欢迎来到一年级》,副标题是《幼小衔接家长手册》。 幼小衔接就是指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这是孩子发展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期,如果处理得不好,会给幼儿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孩子马上要上一年级了,不少家长也在为幼小衔接积极准备着,有的家长会带孩子报一个幼小衔接班,有的会自己找些资料在家辅导。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幼小衔接到底该衔接些什么,又该怎样衔接呢? 是只要学会拼音,学会认字写字,学会二十以内加减就可以了吗? 如果你也有这些疑问,不妨来听听卓丽校长分享的经验吧。 本书作者卓丽是北京著名的史家小学终身名誉校长,北京市润丰学校校长,也是一位有着五十多年一线小学教育经验的儿童教育专家。 卓丽认真梳理了自己几十年的教育教学经验,为父母们撰写了这本书。 卓丽校长的学生浦存心、卢琴、著名主持人杨岚、静一丹等等纷纷作序推荐这本书。 书中没有大道理、大理论,相反都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在学校、在家庭学习生活当中具体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相信本书一定能对即将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和家长有所帮助。 好,我把这本书归纳整理为两个问题进行讲解。 第一,入学前家长和孩子要做哪些准备呢? 第二,入学后面临的新问题,家长和孩子又该如何面对呢? 好,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入学前家长和孩子要做的准备。 孩子升入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长达十几二十年的全天候的规范性的学习生涯了,而一年级是这段学习生涯的开端。 这个头开得好不好至关重要,这绝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整个家庭的事儿,全家人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阶段。 有的家长认为呢,学区房搞定了,也算是对孩子问心无愧了。 还有的家长认为,已经给孩子报过各种幼小衔接班了,一年级的内容呢,孩子基本上也都学完了,接下来就靠他自己了。 的确,家长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孩子创造最好的入学环境,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除此之外,家长还要准备些什么呢? 家长首先要安排好生活和工作,确保准时接送孩子。 小学的上学时间呢,一般是早上八点前到校,下午三点左右放学。 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早上还可能兼顾送孩子上学,但放学呢,不一定能来得及去接他。 所以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要么家长自己接送,要么呢,就要找好可靠的课后管理机构, 或者是请老人帮忙,一定要确保每天都有人准时接送孩子。 其次呢,一年级的时候一定要尽心辅导孩子学习。 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孩子呀,不适应是必然的。 比方说,小学课后会有作业,但很多小朋友这个时候还不能自己读题,需要家长的帮助。 除此之外呢,家长还要帮助孩子完成复习、预习,引导孩子课外阅读,训练经常做错的题,写错的字等等。 辅导一年级孩子每天啊,可能不需要太多时间,但是呢,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善网,有时间就管,没时间就放。 卓校长建议呢,家长每天需要留出最少三十分钟的时间,来关注孩子当天的学习和学校生活。 在学习上温故知心,总结方法循序渐进,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根据卓校长多年的教育经验,在一年级的时候呢,家长尽心尽力地花在孩子身上一个月时间,抵三年级以后一个学期的时间,要抵六年级以后一学年的时间甚至更多。 所以呢,辅导孩子学习要趁早。 再者啊,要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布置固定的舒适的学习环境,比方说给孩子准备一间书房或者一张书桌,告诉孩子以后呢就在书房或者是这张书桌上做作业,这可以增加孩子学习的仪式感。 二是营造全家学习的氛围。 我们就以阅读为例来说说如何营造全家阅读的氛围。 第一呢,是家里要有适龄且符合孩子兴趣点的书。 第二呢,父母也要爱读书。 手不试卷的父母是孩子爱上阅读的最好理由。 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说,孩子上小学之后,快去做功课,看书去,常常成为父母的口头禅。 说明呢,父母们很在意孩子的功课学习,也知道看书的重要性。 但是口头教育往往作用甚微,甚至会引起孩子反感。 作为父亲,松居直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念书给他们听,一直念到孩子十岁,从没间断过。 他从没有对孩子们说过一句,看书去,但孩子们却各自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 可见呢,父母的榜样作用是多么重要。 以上这些就是父母要准备的,为孩子创设一个安心、安定、和谐的学习环境。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孩子要做哪些准备呢? 对于孩子的入学准备,很多父母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习拼音,二十以内加减法,简单英语口语等等。 当然了,这些也无可厚非,但是相比这些,还有些更重要的准备。 我们先来看看,孩子要适应一年级的生活,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卓校长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国外一些机构的评估体系,列了一份包含15项内容的清单,来预判孩子对一年级生活的适应能力。 比如说,9月份开学的时候,孩子要年满六周岁,能区分生活中不同的物体,比如球体、长方体、立方体等等。 能认识并写出自己的名字,在离家两个路口之外,能够找到回家的路等等。 那这具体的15项内容呢,在精华笔记当中有详细介绍。 在开学的时候啊,孩子最好是这15项能力都能够满足,但是即使有几项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关系, 只是呢,父母们应该判断一下,孩子没有满足是因为之前没有训练得到呢,还是真正能力达不到? 是否需要投入一些关注和引导? 那只有孩子年满六周岁这个问题啊,卓校长强调呢,孩子必须年满六岁,不要强跑。 有些家长在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会想办法,甚至呢,不惜抛妇产把孩子的生日啊,提前到9月1号以前, 就是为了孩子将来入幼儿园啊,入小学的时候能够提前一年。 可是卓校长却不认可这种行为,因为提前一年入学的孩子呢, 他们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当中是比较吃亏的。 普遍来说呢,这些孩子的接受能力比其他孩子要差一些, 这是由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的,因此呢,为了孩子好,不要让他们提前入学。 那学前班要不要上呢?卓校长认为呢,也不是非上不可。 其实啊,家长很多时候是被一些机构的所谓理念迷惑了双眼。 所谓幼小衔接,其实并不是提前去学一二年级的知识, 也不是教会孩子会计算多少计算题,会说多少句英语, 而是为了进入一年级之后,孩子能够了解课堂的规则,能够在教室里坐得住。 上学前班的目的呢,主要是能让孩子体验到即将到来的课堂学习方式。 同时呢,对体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父母可以及早发现找到对策。 如果不上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父母平时在生活游戏当中也会带入一些知识,所以孩子的知识储备啊,并不是一片空白。 入学之后呢,家长要及时和老师沟通,说明孩子的情况,并且听听老师建议,抓紧补伤就好了。 所以啊,上不上学前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头疼,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再做决定。 虽然说学前班可以不上,但是一定要让孩子参与到入学前的准备活动当中。 比起知识上的提前准备,孩子更需要的是心理上进入小学。 所以,有意识地让孩子参与到入学准备活动当中来,对孩子适应一年级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从报名开始,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学校,让孩子直观地看到他将要开始的新生活,减少孩子对新学校的陌生感。 再比如呢,在购买书包、文具的时候,让孩子全程参与,并且充分地听取孩子的意见,让他产生我的学习我负责的直观感受。 当然了,并不是说只要做好以上准备,孩子进入一年级之后,父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只是说,有了一个充分的心理认同,父母和孩子能更好地适应即将到来的生活,能更好地面对即将面临的问题和困惑。 那进入一年级之后,孩子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和困惑呢?父母又该如何面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孩子进入一年级和幼儿园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要面临考试了。 都说呀,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顺口溜对于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家长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一步步走过来的。 然而在如今的素质教育大环境下呢,家长们也逐渐意识到,成才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高分也不是评价孩子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 那一年级,我们需要对孩子提出分数的要求吗? 卓校长认为,一年级必须对孩子高要求。 一年级是基础教育中的基础教育,是孩子对学习这件事建立最初观念的时候。 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对孩子说,没关系,分数不重要,那么孩子就会不自觉地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马虎啊,不认真啊,书写不规范这些小问题也会被他们忽视。 随着孩子升上高年级,一开始的小问题就会变成习惯,改正就更费劲了。 相反呢,如果在一年级,我们就对孩子提出一百分的要求,是在孩子学习的最初,给他们一个有激励的心理高位, 让孩子觉得,我成绩是好的,我在班里很优秀。 所以说,在一年级的时候,鼓励孩子考一百分并不是唯分数论,而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能让孩子自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那么,孩子在一年级要养成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呢? 卓校长建议说,父母要帮孩子养成四个习惯。 习惯一,要让孩子按时完成作业。 一开始呢,和学业相关的东西都要放手,让孩子自己处理。 比如说,可以让孩子选择一到家就写作业,还是回家先休息啊,吃点东西啊,然后再写。 一旦选择好了呢,就要执行下去。 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也不用一直在旁边盯着,告诉孩子说,今天的作业是哪些,要怎么做, 并且商量一下大概需要的时间,然后就可以放手,让孩子自己完成了。 这里约定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一年级的孩子注意力还不是很集中,写着写着呀,可能就会走神了。 如果这个时候放任不管,就会养成拖延的坏习惯。 到了高年级呢,想提高学习效率就很难了。 习惯二,要让孩子先自己检查作业。 作业完成了,家长要不要替孩子检查作业呢? 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还是必须的。 这时候的孩子纠错能力还比较弱,所以呢,需要家长的帮助。 但是家长在检查之前,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先检查。 家长检查之后,检查出错误呀,也不要直接告诉孩子哪哪哪错了,那只需要告诉他有错误。 比方说,是计算错误呀,还是抄写错误,是拼写有误,还是笔画错了。 然后呢,再让孩子自查,慢慢的呢,孩子就会养成自己检查作业,对自己作业负责的习惯了。 习惯三,要让孩子合理安排时间。 小学跟幼儿园不一样,比方说啊,幼儿园的孩子可以随时的去洗手间,而小学呢,有特定的课堂纪律,所以说上课的时候并不能随意出入教室。 这些变化对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肯定会不适应,因此呢,教会孩子合理安排时间很重要。 就拿孩子上洗手间这件事情来说哈,每一次的课间十分钟怎么利用,对他们来说都是个不小的考验。 有的孩子呀,就是抓紧时间玩,等上课零响了呢,还没来得及去洗手间。 有的孩子一下课就去洗手间,然后再放开玩。 也有的孩子呢,是先收拾好桌上的课本,做好下一节课的准备,喝点水,然后再去洗手间。 正好这时候洗手间也不用排队了。 不同的选择,可以看出孩子们不同的管理时间的方式。 回家以后呢,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也是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 是先做作业后玩呢,还是先玩后做作业呢? 是先做语文作业,还是先做数学作业呢? 总之呢,父母们不妨引导孩子多尝试几种方案,看看哪种方式比较适合孩子,哪种方式比较节约时间, 让孩子在比较中选择最佳方案,这也是孩子学会合理安排时间的重要一步。 习惯四,要教孩子有条理的收纳整理。 比如,教会孩子整理好自己的学习用品,比如一年级的文具盒里面, 有五六只削过的铅笔,一块橡皮,一把纸尺就够了。 前一天晚上,孩子呢,就应该把这些文具都准备好。 当然了,书包也得让孩子自己收拾,明天有什么课需要带什么东西, 让孩子自己根据课表和老师的要求进行准备。 万一要是有遗漏的话,家长可以提醒,但是绝对不能带牢。 也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老师的要求, 然后呢,对照记录,一条条地去准备。 其实啊,要做到以上的四点并不容易,需要家长的督促和坚持。 父母不仅要让孩子有收纳整理的意识, 还要跟他们一起探讨可行的操作方法。 一旦孩子养成收纳整理的习惯,就会受益终身。 孩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他们今后的学习肯定会有所帮助。 一年级的孩子就是这样,你学习成绩好,我就佩服你, 你在班级中呢,就很受欢迎。 这对于孩子尽快地融入集体,增强自己的自信,增强学习动力,都有积极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观察,卓校长总结了孩子当中人气之心应该具备的素质。 比如说,要有实力。 刚刚说的成绩好也是实力。 除此之外呢,这个实力啊,可以是对课堂知识的熟练掌握。 比如说,数学口算题算得快速准确。 语文课上呢,字写得特别好,常常被老师表扬。 也可能是自己拥有的一技之长,比如说唱歌唱得好啊,会下棋啊,或者是篮球打得特别棒,等等。 也有家长会问啊,我们家孩子啊,没有这些实力怎么办呢? 没关系,孩子才一年级,培养什么都来得及。 课内不够强,补补课内,跟功课顶个针。 视野不够开阔呢,就多带孩子出去走走,去看看博物馆啊,科技馆,各类展览。 看多了,孩子的视野自然就开阔了。 学校也开设了很多社团课,可以鼓励孩子参加,让孩子的前置有发挥的舞台。 其实啊,任何有实力的孩子都离不开父母的付出和坚持。 实力的来源,更多时候是每天一点一滴的滴水石川的笨功夫。 家长不能随心所欲,毫无计划,想到哪是哪。 所以呢,想要孩子有实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量化每天的学习内容,设立小目标,日复一日的坚持。 比如说,从每天十个口算题开始。 再比如呢,是会玩耍。 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喜欢跟有意思的人在一起。 对大人来说,这个有意思可能包括幽默啊,见识广,阅历丰富等等。 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这个有意思基本上就是会玩。 当一群孩子一起玩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那些爱玩、会玩,能变着花样玩的孩子身边,总会围绕一批孩子,人气特别旺。 一个人能够带动一起玩的人越多,这个人的本事越大。 所以呢,家长们千万不要小瞧孩子们之间流行的那些看似无聊的小游戏,也不要时不时地打扰孩子们看似不务正业的忙碌。 这些忙碌,说不定就是他在同学中受欢迎的本领。 好,最后呢,我想家长们肯定比较关心,如何跟老师沟通的问题。 对学生而言呢,家庭和学校教育起着主导作用。 而且呢,这两种教育必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够培养出一个健全的、优秀的孩子。 那学校和家庭如何配合呢? 我想啊,沟通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作为家长啊,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 想找老师聊聊孩子情况吧,但又怕麻烦老师,不知道如何跟老师沟通。 但是无论怎样呢,孩子进入一年级,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就是孩子在学校最亲近的成人,也是跟孩子相处时间较长的人。 家长应该主动找老师,多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那么,面对家长担忧,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应对的问题呢? 比如说调整座位啦,老师批评孩子啦,我们来听听卓校长是怎么说的。 第一,什么时间找老师沟通最合适呢? 虽然班主任老师一天的工作很饱满,但是啊,和家长沟通学生在校的情况,也是他们的重要职责。 通常来说呢,放学的时候,老师不上课的时候,课外的时候,都可以找老师。 但是,如果是不上课或者是课外,最好是先通过短信或者是微信等等方式,跟老师预约一下,然后请老师安排时间。 在约定的时间里呢,准时联系老师。 第二,对自己孩子的座位不满意,该怎么办呢? 怎么给老师提出来比较好呢?老师会调整吗? 不少家长啊,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家长想给孩子换座位,我想原因很多。 比方说,孩子座位太靠后了,注意力容易不集中。 同桌的学习习惯不好,怕影响孩子学习。 孩子啊,座位太偏,容易携视等等。 关于座位的问题呢,卓校长就建议说,家长应该充分相信老师的安排。 一是啊,现在的中小学,中间的座位跟两边的座位呢, 每两周都会纵向向左或者是向右的平移。 大家轮流坐在靠门靠窗户的位置。 横排的座位也会在每两三排这样的小区间里前后调换。 二是呢,老师是对学生学习啊,上课情况最了解的人。 父母啊,不要太过担心孩子座位的问题。 我的孩子现在也是在一年级,一开始呢,我也很关注他的座位问题, 因为他个子比较高,注意力又不集中。 最开始他被安排在倒数第二排, 过了一个月左右啊,他就被调到了最后一排。 当他告诉我的时候呢,我心里一惊, 呀,莫非太调皮了,做到最后一排上课,能认真听吗? 但是接着呢,孩子就告诉我说, 我们老师说了,只有自控能力好的同学才能做最后一排。 我顿时就放心了, 我相信老师的安排,也为老师的智慧点赞。 他给了孩子一种暗示,他是自控能力好的同学。 一个学期下来啊,我能够感受到, 他的进步呢,就是从那次调座位, 从老师的暗示开始的。 第三,老师批评错了孩子怎么办呢? 是稀释宁人,让孩子把委屈吞下去, 还是气冲冲地去找老师去理论? 卓校长认为,这两者都不可取。 当发现孩子有委屈的时候呢, 我们要非常细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如果老师真的批评错了, 可以先安慰引导孩子, 然后呢心平气和地找老师沟通, 听听啊,从老师那个角度看到的事情, 再一起找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呢,真的是老师批评错了, 相信啊,老师也会真诚地给孩子道歉。 当然了,我们也不鼓励孩子把委屈吞下去, 让孩子看到问题, 并且学会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 这也是他们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 第四,家长要不要争取进家委会呢? 微信上曾经流传过一个上海某小学家长参与竞选家委会成员的截图, 家长们啊,就纷纷地亮出了自己的学历啊, 职位啊,来显示自己的优势, 觉得好像是只要进了家委会, 自己孩子在学校呢,就能够得到额外的关照。 其实啊,家委会有两个作用, 一是桥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起到沟通的作用, 二是帮忙, 就是帮班主任老师分担一些班务中需要家长们协同处理的事物, 比如说运动会啊,校外的社会啊等等, 还有班级开联婚会,协助一起布置教室等等。 那要不要踊跃地加入家委会呢? 卓梨老师建议说呢, 一是看自己的时间, 如果自己是全职的爸爸或者是妈妈, 有爱心,有热情, 而且愿意把时间奉献给无偿的班级工作的话, 那就可以申请进入家委会。 加入家委会呢, 确实是能够增加父母跟班主任老师沟通联系的机会。 当遇上一些比如评选啊, 竞赛的推荐机会的时候呢, 如果他们的孩子和其他竞争的同学水平相当, 那么我想啊, 他们的孩子也许更有可能得到这个机会。 但是如果没有时间和精力, 家长呢,也不必勉强, 否则会得不偿失的。 一个孩子成不成才, 拼的是长期的综合实力, 小学里的一次半次的机会呢, 是改变不了人生的大方向的。 所以说, 要不要进家委会, 家长也不必太过介意。 好了, 以上就是卓丽校长分享的 幼小衔接的相关经验, 相信啊, 一定会减轻你的焦虑, 对你和你的孩子有所帮助。 卓校长要让家长了解的是, 孩子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父母排除一切障碍和干扰的净土上, 他们最终都会走向社会, 走向独立。 有了名师的指点, 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快乐地走进学校, 开心地度过每一天。 好, 欢迎来到一年级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